嗨大家好我是董奇安 那youtuber有人問了問題 然後想說可以來更新一下我的youtuber 對然後所以就來拍一下 有問題可以問 那如果我剛好有空的話 或許我就可以拍個影片回答大家 對然後他就在我那個 我有一個picking 播弦該怎麼辦 問號然後hashtag交替播弦 然後那個影片的封面是抓交替 對然後那個影片裡面我就介紹那個 16分音符交替播弦的那個方向的問題 然後告訴大家該怎麼操作這樣子 然後用funk類的東西來示範 對那他的問題是這樣 就是如果不是16分音符 然後如果16分音符是不規則的怎麼辦 對然後就探討到不規則這個問題 對然後我這邊直接把我的回答 我給他的回答要唸給大家啦 對就是我就說其實要看是怎麼樣的不規則 對但是不管是怎麼樣的不規則 其實基底的邏輯都是3跟2 偶數的組合 對所以你就是把2跟3的彈奏的組合練好 然後會遇到的波弦的方向去把它練好 然後練好了以後剩下其實就看歌曲 對到歌曲裡面去看它是怎麼樣去組合這個 對然後2的組合其實就是 如果是2的倍數的話 4、8這種就是它都是倍數關係嘛 所以它其實是同樣的概念這樣子 對那我們等一下就會直接用4 偶數我們就會用4下去做 就是這個影片的16分音符 就是抓交替那個影片16分音符的那個介紹 如果大家不知道就可以去看這樣子 然後我們先稍微簡單的複習一下就是說 16分音符一拍有4個位置嘛 所以我們的波弦就會是 3、3、3、3 就會看它在第幾個位置 然後就做特定的方向的波弦 如果是沒有要彈的話 那假動作一樣去把它做出來 這樣子你就可以保持你右手的那個波弦的動作 然後讓你的身體讓你的手保持在那個律動裡面 然後也讓你的波弦不會方向一直變 然後搞不清楚現在的節奏狀況到底是怎麼樣 在這個基底下面這個概念下面 你去練3的激素的節拍的時候 3等一拍分3等分像三連音這種 就是這種激素的時候它會遇到的問題就是 比如說我三等分一拍三等分 然後我各彈一下下上下 然後換到下一拍你就會發現下一拍好像就得上波 它就會是兩拍的一個循環 下上下然後上下上 它就不會那麼單純就是一拍的波弦的方法 然後每一拍都適用 對然後我們的動作可能就會遇到一些方向上的問題 那甚至有可能就不能交替波弦 對那我這邊直接幫大家總結啦 就是反正剛剛前面那一對如果你都聽不懂 或是不想聽的話 就是我直接幫大家總結 三連音就是這一些波法 練一練就對了 三連音第一個波法就是全部都下波 簡單暴力這樣 對然後其實偶數拍也是一樣 偶數拍你真的要也可以全部都下波 只是下波很容易會遇到速度上限的問題 當然速度這個可以練啦 但是anyway就是你真的辦得到的話 你全部都下波也不是不行 而且題外話你可以看到有很多厲害的大師 他其實在很多時候都很喜歡下波 他不一定真的是交替波弦 波好波滿這樣子 對這個題外話你可以去觀察看看 然後所以就不管你彈什麼就都下波 即使你是刷和弦的 就全部都下波之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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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好像示範有點太長了 對好像示範有點太長了 然後anyway 第二個就是下上下 然後這個下上是 下上下是每一拍都下上下 對所以他你會發現下上下 然後換下一拍你還是下上下 所以他就沒有完全的遵守交替波弦 他交替波弦只發生在一拍的範圍裡面 換到下一拍就會你會從上一拍的最後一下到下一拍的第一下 你會發現說你要連續吹兩個下波 OK嗎 來看一次就是 下上下下下下 你會發現我在 一拍和一拍的交界點的時候 他是連續兩個下波 然後這個就會是有 右手動作切換上面的問題 這個就要練啦 對你要保持你的拍子一致 然後你的那個右手去切換這些動作 然後拍子的速度會跑掉 所以大概聽起來會是 類似大概這樣 然後我先趕快講下一個就是 下一個有點像是稍微挪一下位置 他是下下上 OK嗎 所以他連續兩個下波這件事情會發生在同一拍裡面 OK所以他就會是下下下 OK所以他是 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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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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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咖啡 所以你其實已經可以聽到就是他跟剛開始 就是那個會有一個細膩的地方不太一樣 對 所以就是簡單講你全部都要練 然後去感受一下不同的做法會引導出什麼樣子的聲音效果 然後再慢慢的去配對你想彈什麼的時候應該要什麼樣子的補線 對 我們現在介紹了三個嘛 下下下 下上下 下下上 對 然後還有最後一個就是大家比較知道的就是兩拍一組 下上下 然後下一拍就會是上下上 這樣子你就會發現下上下上下上 他會是一直呈現交替波弦 對 這個也是一個方式 OK 所以就是 這樣子 兩拍一組 所以 你就會聽到那個聲音是很順的 然後那個右手的動作也是不用在那邊切換來切換過去 對 但是不是說順就好 就是 就是 重點不是你的動作怎麼樣 而是你練好了以後他可以幹嘛 對 所以 我們直接來聽一下 你聽一下那個不同的方向 然後導致出來的節奏感 這樣子 所以第一個是全部都下 然後換 然後再換 然後再換 然後換 然後換 太多的力道上的變化 對 然後你看 我力道上的變化沒有做很明顯 然後 我沒什麼做 然後我弦也都盡量沒有在那邊 分來分去 我就盡量就全部談 但是 我們光聽那個手的方向 我們就已經可以聽到 他很直接這個方向就可以帶出不同的節奏的聲音 對 更何況 如果你未來把這個練好了 再把力道什麼加進去啊 然後 去分粗的弦 細的弦啊 這種 他的變化就會 很可觀 對 然後你會發現 你也可以去研究一下 你們喜歡的一些人 他們在談什麼東西的時候 他們的方向會是怎麼樣的 其實你會發現 那跟節奏感 那個歌曲的節奏感 跟那個人的節奏感 會 很有關係 拜拜